明知我跟爸 要再說一個很重要的生理 我是要帶小萱去那裡吃飯 不客氣了 阿伯 你若是有贏了 做得來啊 紅萬幸 我一次絕對要斬斷 你跟大業集團做生理的機會 你們爸怎麼沒來 怎麼會是這個國黨對你來 你最好說得清楚 你一定要趕緊想辦法 跟公司來跟抓出來 知道嗎 你說 你說懷疑什麼人可能是失敗 小萱 總裁 你怎麼是在懷疑 夢中 我就是在懷疑 明知我跟爸 要再說一個很重要的生理 我是要帶小萱去那吃飯 不客氣了 阿伯 你若是有贏了 做得來啊 紅萬幸 我一次絕對要斬斷 你跟大業集團做生理的機會 你們爸怎麼沒來 怎麼是這個國黨對你來 你最好說得清楚 婚姻是我們兩個人的事 我跟老婆說過 我要離婚 你不想跟我離婚 你也不想離婚 我為什麼要讓你找頭啊 如果她的故事 她要告你 要正處跟沒錢 你問四位啦 你今天絕對不會讓她帶走 那是我們中間的金孫 妳要把她帶走回來 那個寡妖宗 我相信 她一定有派的人 站在那邊爬得很辛苦 你若無心要跟爸爸搭訕 我跟她既然既然 我就直接跟妳的新聞說出來 不要再跟女婆啦 劉勝公小萱 真的是內奸 這件事我自己找清楚了 毀掉正男靈性的人 是你 她還有Monica 我為什麼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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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全權的撫養權我絕對的金子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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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薄淑瑶 哈喽大家好我是依依杰 一直觉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 真的吗 确实是 看什么看 快听到呜 快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